这位夫妇洗个澡看完电影生意走 今天先无解为大家讲述一部 女子患了一种非常怕冷的怪病 于是她只好为自己寻找出路 当上了消防员的电影《冷》 女主小丽是一个家庭主妇 每天早上她都要精心为老公和儿子准备便当 为此她总是会被热得满头大汗 老公认为小丽是不是更年期到了 可小丽却笑着说道 打我们详实我就是个怕热的人啊 对于她每天的辛苦劳作 老公似乎并不领情 就连儿子对小丽每天的拥抱也是一脸嫌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小丽也感受到了老公和儿子对她的态度 她开始思考自己在这个家到底算什么 忙完家事后小丽还要来超市上班 辛苦了一天终于熬到下班 她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下 就被同事要求替她加会班 检查一下存放货物的保质期 小丽刚想拒绝 可同事就一溜烟的走了 小丽只好无奈的拿着资料来到冷库室 当她在清点货物的时候 笔一不小心掉进了货物缝隙里 就在她扒在缝隙里找笔的时候 管理员走了进来 喊了一声 既没人回应 就关掉了冷库的灯 小丽还以为是停电了 也没有呼叫 因此管理员就把冷库大门锁上 离开了 当她走出去发现 是有人关掉了电灯的时候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锁在了里面 她拼命地拍打着大门并呼叫 却没有任何人回应 她立马用冷库的电话打到门卫视 可是保安正在跟别人聊天 没听到电话铃声 任凭她如何呼叫求救 依旧无果 眼看着冷库室的温度越来越低 小丽只好用纸箱子裹在身上取暖 可是这根本一点用也没有 她掏出打火机来取暖 看着打火机的小火苗 小丽的意识慢慢薄弱 此时此刻 她还在想着为老公和儿子做便当 当她即将陷入昏迷的时候 看到有人影传了进来 当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医院躺着 老公和儿子都守在她的身边 小静意外发现自己有些变化 此时正直酷暑 她却感到异常的寒冷 老公为她买来热咖啡 她去其他守护就一言而尽 还说道 这根本不够热 老公很疑惑 她明明看到咖啡还冒着热气 儿子过来想要拉小丽一起去踢球 小丽握着儿子的手感到依旧很冷 隔天她就要穿着厚厚的秋衣去上班 同时还以为小丽得了胃寒症 小丽也不明情况 正巧这时 她不小心将手按到了烤肉板上 被烫伤 同时焦急的要去给她拿冰 可小丽却没事 因为她感觉不到烫 她立马来医院向医生询问 自己是个什么状况 医生解释道 这可能是她在冷库久了 她的思想还停留在冷库中 所以才会感到寒冷 感觉碰到的东西也都是冰冷的 可小丽觉得自己并不是这样 她的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老公带着一家人来吃拉面 因为小丽感觉不到温度 她一口气把滚烫的拉面全部吃完了 饭店老板当场吓晕过去 老公和儿子也吓得目瞪口呆 这要是放到现在 网络直播就数小丽一个人了 之后小丽越来越怕冷 无论是在家还是出门 都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才行 别人都要热得冒烟了 只有她是个奇葩 上班时还不用自主地将手伸到滚烫的水中 但是自己还是一点温度也感觉不到 休息时同时给她倒了一杯热咖啡 小丽喝了一口之后 咖啡竟然结冰了 受不了的她只好回到家 裹着被子待在床上 每天都不出门靠小太阳寻命 就连拥抱儿子也会冷到把儿子推开 这样老公非常的气愤 她责怪小丽 适可而止吧 有病就去看病 等老公和儿子走后 小丽伤心地看着家里的全家福 流下了眼泪 眼泪也瞬间结冰 这让小丽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 她一个人来到楼顶准备跳楼 可就在这时 她却看到对面有一家发生了火灾 小丽想到死也要死得起锁 于是她火速赶往现场去救人 当火势扑到小丽身上的时候 她还是一点温度也感觉不到 因此她很轻易地 就将困住的小男孩救了出来 小男孩的妈妈 非常的感激小丽救了她的儿子 小丽似乎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意义 她成为了一名英勇消防员 让老公和儿子都以她为荣 小丽也非常的开心 随着一声 有人在里面吗 画面切换到了冷库 救援人进来的时候 小丽已经被冻成了冰块 地上还有一个用文器的打火机 看来之前发生的一切 只不过是小丽最后的梦 是她临死前的体验 她也只是一心想和家人相处 融洽 做个好妈妈 好妻子的女人罢了 如果你被困在了冷库中 你会如何求救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评断人生 我是撩影先锋 有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 好妻子的女人